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瓦项目实战 还有一个网上上层 上一次课呢 我们暂时将会员中心里边的一些功能呢 告一段落了 那么从本次课开始呢 我们将进入管理员的界面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后台管理界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后台管理界面呢 我们准备从这几个方面呢 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呢就是管理员登陆 这是我们本次课需要解决的问题 接下来呢就应该是商品的类别管理 以及商品管理 那么有了这两个功能之后呢 我们在前台的首页呢 就可以有商品的显示 以及呢商品分类的查询 包括其他跟商品相关的信息 所以呢我们这个管理员登陆呢 非常的关键 他登陆成功之后呢 才能够去操作商品的类别 以及对商品进行管理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的用户呢 是存放在了ShopUser表里边 这个表里边呢 现在只有两个普通的用户 这两个用户呢 是通过注册登陆上去的 那很明显超级管理员这个账户呢 我们可以单独见张表 也可以呢 直接放在ShopUser里边 那如果说我们放在一起的话呢 这个数据呢 应该是在我们 初始化数据的时候呢 给加进去的 好 那么为了简单一点 我呢可以直接 copy一下 这样一条数据 接着把这个ID呢 改一下 这边用户名 密码 其他的改不改 都无所谓 但是呢 这边有一个Raw 改成A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数据 它就能够区别呢 哪个用户是管理员 哪个用户是普通用户 这里呢 我也说明一点 对于这种管理员 与普通用户 以及这种权限的管理呢 在我们这一块 设计的非常的简单 那如果需要比较复杂的权限设计呢 我们需要呢 有一个制造原则 一般呢 我们会使用一种基于角色的权限管理 会有很多表呢 衍生出来 好 这边呢 并不是我们这个项目的重点 我们现在呢 做了一个简化 我们只需要判断 这个用户呢 它的角色值是A 它就是一个超级管理员 它就能够进到后台管理 进行相应的操作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准备工作 Admin 这个用户呢 就是超级管理员 现在呢 我们回到页面 这个页面呢 我是通过Admin Login的JSP呢 打开了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我希望 它呢 是一个单独的页面 而且呢 我们要使用验证码 来提高后台的安全性 这个验证码呢 也是属于比较常见的一个功能 它呢 主要是由后台随机产生的一个图片 在图片上面呢 会随机出现一段文本 一般呢 可能有字母或者数字 也有可能出现中文 甚至呢 还有可能出现一些 简单的数学运算 那么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能够防止程序 去不停的尝试 用一个密码登录 这样呢 就能够提高后台安全性 我们首先呢 应该能够将这个验证码呢 产生出来 好 这里呢 我们要利用Strax2提供的一些功能 来帮我们做这个事情 首先呢 有一个工具类呢 我就直接拿到了项目里面 这个类呢 它是一个random number UTLs 这个类 我不会从头开始写 它主要是产生随机验证码了 这一段也不需要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呢 会有很多这样的类 来产生各种不同的随机验证码 好 那么这个呢 我就先放在这 那么我们要写的第一个类呢 是一个 Image标签 它里边的SRC属性 所指向的一个URL 这个URL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所谓的验证码呢 实际上就是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它指向了一个URL 如果你的URL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如果能够访问到 那么这样就正常显示了 如果这里是一个非图片 但是它是由后台加完成去动态产生的一个图片 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Action呢 应该就是 由SRC来进行访问 并且呢 它处理完请求之后呢 回来的是一个图片 那我们来看 Stress2如何帮我们做到这一点 这个需要大家从理论上了解它的实现思路 Random Action 这个里边呢 我们提供一个私有的 叫byte arrow input stream 我就叫input stream 接着呢 我写一个stress来处理请求的 这个方法呢 叫execute 这是处理请求的默认方法 接着呢 我就使用刚才我们拷贝进去的 这样一个工具类 得到一个实力 这个实力呢 就能得到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我把它呢 复制给input stream 接着呢 还有一段呢 就是需要将它产生的随机支付券 给它存在session里边 这是验证码的一个 比较关键的点 它产生的随机支付券呢 需要存在session里边 而这个随机支付券呢 是写在了图片上面呢 又把图片返回给客户团显示出来 所以呢 我们这两段都不能够省 首先要将图片产生 第二步将随机验证码呢 存起来 好 这两个方法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怎么实现的 一个叫getImage 一个叫getSegin 这里我并没有呢 仔细给大家介绍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这里的注释 好 有了这两个之后呢 我们来返回一下 Segin 当然 为了能够将input stream返回到扣端呢 我们还不要忘记了 产生一个get方法 好 这个action呢 刚才我解释过 它主要是为了img标签来访问 访问的时候呢 就会返回一个图片 所以我们呢 来配置一下 random 我还是呢 会将它交给spin来维护 classic 咱们 好 现在我们的验证码 通过RandomAction就产生了 那我现在回到页面 我们看 这个Random当我发请求的时候 能不能得到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里面代码 可以看到它的宽度是65 高度是20 好 接着再回来 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要 指定一下结果 这个结果 以前我们要么使用默认的Forward 要么使用 叫RedirectorAction 那么这一次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Stream 产生的是一个流 因为我要产生的是一个图片 所以它是一个流的形式 而在这个流的 结果类型上面 我们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ContentType 它的值 由于我现在产生的是一个 JPG的图片 谁这么写 第二个呢 我们有一个叫InputName 这个值呢 它来自于RandomAction里边的 这个属性 好 我们呢 拨数一下 接着 刷新一下登录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样一个印的码就产生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改进一下 我们呢 这个地方可以点击图片呢 让它变换一下 或者呢 在旁边加一句话 看不清 换一张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功能 因为有些时候呢 验证码产生出来之后啊 用户 有可能看不清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图片上面呢 加一个事件 点击一下呢 让它换一下 好 这里呢 我们来改进一下 我们通过GQuery来做 我们加一个Click事件 这个事件呢 它触发的函数呢 非常的简单 只要把处发源 就这个图片 它的属性SRC改掉 就可以了 好 但是注意的是呢 由于我们之前的SRC 就是等于Random 那么现在你再次改变 这个SRC的值 还是等于Random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出现页面的缓存 所以在后边呢 我加上一个 NewData.BetaTime 这是一个当前时间的好秒数 那它每次能够呢 认为点击的时候 是发送了一个不同的请求 那么浏览器材就不会有缓存了 那我们呢 应该把它加在 这个function里面 好 再来一次 好 这次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通过Strax提供的一个结果 类型式Stream的配置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样一个请求 发给Strax 由Strax呢 经过处理之后 返回的是一个图片 这种Type统一Stream呢 实际上在 文件下载的时候呢 也经常被用到 还可以指定其他的参数呢 比如说产生一个 文件下载的名字 这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先将这个验证码产生 那么下次课呢 我们接着来做 具体的验证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